縱算再怎麼立意良善 都應該要跟選手一個一個 好好的說明 來了解 並且 取得選手們的諒解跟同意 如果 不能這樣 該 訂另外飛機商戶艙 就該商戶艙 最不該的是 官員不應該做進去 商戶艙 我 非常的痛心 也誠摯的 像選手國任同胞 說這樣的安排不好不對 我們 很對不起 很不會安排 總統和我 都不可能 還去看 飛機的坐次表 不過 發生了這種事 總統和我在第一時間 誠摯的道歉 我也特別打電話給戴智營 他說 其他的 我問還有什麼要改善 他說其他都還好 那我是覺得 從 蔡總統上任 過去這兩年多來 為了 要讓台灣的體育選手 要讓台灣的體育選手有更好的環境 我們真的是用盡心力 約了六十幾億 來 整個整建 左營的訓練中心 為了這次 為了這次冬奧 我們客製化 為每一位選手做服務 不只是選手 包括教練 包括陪練員 甚至按摩師 都做靜好的安排 這一次 不只是商務艙 甚至是包下整部架飛機 原本一切沒好 昨天我還親自去送機 真沒想到 因為 要配合相關規定說 要是有任何一個人確診 前後左右選手就不能 參賽 所以 他們把選手 排在 比較寬的地方 等等 我覺得 縱算在怎麼利益良善 都應該要跟選手一個一個 好好的說明 來了解 並且 取得 選手們的諒解跟同意 如果 不能這樣 該 訂另外飛機商務艙 就該商務艙 最不該的是 官員不應該坐進去 商務艙 我 非常的痛心 也誠摯的 向選手國任同胞 說 這樣的安排 不好不對 我們 很對不起 很不會安排 相關的負責官員 當然要負責任 不過現在 正在前線 打戰 我們 這個時候 要 全心全力 爭取 勝利 我們也希望國人同胞 給選手們加油 讓他們能夠 專心 贏得 最好的成績 至於該追究責任 回來 我們對相關官員 當然 都會 查救 至於 住宿的問題 體育署的官員 都住在選手村